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控当中的黑衣女子系名保姆 在照顾小朋友的过程中 多次拍打教育幽童 幽童的父亲查看监控发言之后 9月22日将其解雇 事发之后保姆立即报警 深对这件事记者从罗湖分局了解到 雇主郑某于今年5月雇用叶某照顾他的儿子 后郑某发现叶某自9月份以来 在照顾小朋友的过程中 对小朋友肢体及嘴部有多次击打及施车行为 郑某属于9月22日解雇叶某 并于当日对叶某进行殴打 调查中叶某、郑某均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公认不畏 9月30日 警方依法对叶某、郑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和10日 去専某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